好,我們現在來看這一台是X183 X183之前在戶外已經開過影片了 那我們今天再把室內開箱的部分補充一下 因為有客戶反應它的楓葉比較不好裝 說明書比較沒有很清楚 我就裝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裝它的楓葉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一台有兩個顏色 這是白色 那白色看起來比較陽春 所以我後來都直接進黑色的 感覺黑色比較漂亮 那是它的遙控 副手機架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這一台叫做跟隨者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一台目前跟隨的功能 開發的不是很完整 所以其實買這一台的話 就不要去測試它的跟隨功能 它等於是沒有跟隨的功能 它雖然是雙GPS沒有錯 但是跟隨的功能有問題 等於是沒有跟隨的功能就對了 所以不要被它的跟隨者騙了 不要被騙了 好的,我們直接打開來看一下 之前戶外應該教學都很清楚了 我們今天就是把細節的部分包裝 拍給大家看一下 拍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飛機很多都正反面 很多它的保利龍正反面都有東西 所以我們拿到飛機都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這邊有遙控 那另外一邊 這是飛機 所以都要小心 不要讓它掉了 說明書 箱子不理它 箱子不理它 後面是飛機 先把它拿起來 飛機先拿起來 飛機 飛機在這邊 跟隨者X6 這是它本身的 本身那個 它本身噴漆是噴X6 但型號是X183 X183 然後上面有個GPS 然後剛拿起來 會有一些保利龍的碎屑 把它吹掉 怕那個保利龍的屑屑 去卡到馬達 所以這個保利龍把它吹掉 應該是不會有影響啦 但我都習慣 比較固貌 比較固貌一點 我都不喜歡 有一些碎屑在那邊 都把它吹乾淨一點 這是飛機 那電池 電池在這裡 電池是 2S容量2000 2S容量2000的 這是飛機 電池先放裡面 這是飛機 然後再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再看一下 後面還有一個螢幕 5.8G的螢幕 有一個螢幕 小螢幕 那這一台的話 你可以加裝它的遮陽板 可以加裝遮陽板 那之前我帶到戶外的那個遮陽板 是我之前 好像是哈伯森 哈伯森用的 那裝上去之後 拔不下來 所以就直接送給客戶了 那一台就直接送給客戶了 後面的電池 一般的3.7的電池 如果我們家裡有裝的下去 小白頭的 直接裝下去 就可以了 電池不用怕 可以換 OK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這是他的腳架跟保護框 這一台如果再把腳架保護框裝上去 是非常大台 是很大台 大的會嚇人 腳架 保護框 全部把它拿起來 保護框 四個 腳架 腳架兩個 OK 那背面 背面就是這些東西 那再來我們看正面 正面 飛機先放旁邊 每個零件都拿起來看一看 每個零件都拿起來看一看 遙控 封業 鏡頭 充電線 手機架 手機架 拿一下 拿一下 OK 正面就是這些東西 這台是全新的 完全沒有拆過的 OK 有哪些東西 遙控 他的遙控還蠻清楚的 會有英文的標示 說有什麼功能 無頭模式 GPS 露營 拍照 其他的就說明書 稍微看一下這樣子 最主要這四顆都有寫 無頭模式 GPS 拍照 拍照 錄影 OK 然後 手機架 然後電池 這台是雙電版的 會有多一顆電池 那手機架就很簡單 這樣子 手機架也不用用螺絲 裝上去 就可以夾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這個是 飛機電池的充電器 然後這個是螢幕 5.8G螢幕 的充電器 還有嗎 沒了 鏡頭 鏡頭 它有雲台 它有減震雲台 但是玩具機 它沒有那種 航拍機的兩軸或三軸的 雲台 電子雲台 所以其實它的晃動 它的晃動 跟那個震動 果凍紋 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這顆鏡頭是 1080p的鏡頭 那後面可以插卡 後面可以插卡 那這台有另外一個版本 是Wi-Fi Wi-Fi的版本 Wi-Fi會有一個缺點 第一個 它傳輸距離可能不到100米 那這一顆可以到大概200米 那另外Wi-Fi鏡頭沒有辦法插卡 那圖傳delay的話 你的影像就很糟糕 就很糟糕 大概是這樣子 差別在這裡 好 那這裡是楓葉 楓葉 楓葉 OK 這一台沒有備用楓葉 它沒有備用楓葉 它就是只副 只有四副而已 沒有 只有四片 只有一副楓葉 沒有備用楓葉 齁 就是這樣子 四個 好 那我們這個都把它拿起來 再整理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還有一包 這一包是最重要的齁 這一包最重要的 你要裝到馬達 會有一些小零件 鐵軸 小鐵軸 小鐵軸 馬達蓋 齁 跟關鍵的螺絲 這一包你如果不見了齁 這一台飛機等於不能飛了 因為你根本楓葉 裝不上去 那你如果裡面有關鍵零件 少一個 不小心掉了 找不到 你也不用飛了齁 因為楓葉就是裝不上去 所以這一包非常重要齁 你拿到飛機的話 先點一下 齁 先輕點一下數量 齁 不要掉到地上了 再找不到 再找我拿 說漏掉齁 不要這樣子齁 這樣子真的 非常困擾齁 齁 東西拿到 就是要點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 資料 資料啊 然後 裡面的產品清單啊 有沒有肉 第一時間就要檢查 不管跟哪個賣家買 你第一時間檢查 才能跟賣家反應 齁 才能跟賣家反應 好 這裡有幾個很關鍵的東西齁 馬達 馬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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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齁 然後這裡有四個 有四個關鍵零件齁 這個就是等於是鎖馬達 鎖馬達的馬達鎖吧 好 叫他馬達鎖好了齁 一個塑膠的一個零件 那這裡有五根 五根鐵軸齁齁 只需要用到四根啊 他多付一根給你就是 如果掉下去你找不到齁 還有一個備用的齁 那有的會多一根 有的不會多一根齁 齁 你如果只有四根的話 你就是不要掉了 掉了你楓葉就裝不上去了齁 齁 OK 那我們這一根先把它收起來 齁 這一根先收起來 我們來裝楓葉給大家看一下 齁 裝楓葉給大家看一下 好 OK 齁 整台飛機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飛機 遙控 楓葉 腳架 齁 腳架 沒有用的 在旁邊 然後 保護框 鏡頭跟螢幕 5.8G的鏡頭跟螢幕 說明書 電子 齁 一根小螺絲刀 兩個充電線齁 整套 整套的東西就在這裡了齁 齁 那我裝楓葉給大家看一下 齁 裝楓葉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頭朝前面的話齁 頭朝前面的話齁 齁 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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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會不給你 我待會不給你 哈哈 拜拜 拜拜 OK齁 那個 大陸的廠商齁 吳總 吳總打電話過來拜年 等一下我們再回播 再回播給他 齁 這個是A 齁 這一個對角線是A 這邊是B 齁 這一邊是A 這一邊是B 這樣你就算你顛倒也一樣齁 一樣 A跟B不變 A跟B不變 好 那我們A的就把 蜂葉A 齁 有嗎 蜂葉A 在哪裡 這裡 很小 蜂葉A 好 A放到A 齁 放上去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一放齁 A放A B放B A 這個是B 這個是A A 這個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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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齁 那現在 蜂葉上去了 好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要拍清楚一點 這個塑膠環 齁 這個塑膠環 齁 凸的這邊朝下齁 這樣子裝 齁 這樣子裝 齁 好 那你如果裝這樣子 齁 就錯了 齁 這個是錯的喔 齁 這個是錯的 這樣裝才是對的 齁 這樣裝才是對的 好 那這樣子裝的話 齁 我們把它 我們看這個馬達 它會有一個 呃 來看一下 嗯 來這裡有一個洞 這裡有個洞 馬達有個洞 拍得到嗎 齁 馬達有個洞 好 那我放進來之後 齁 這裡有一個缺口 這裡有一個缺口 齁 缺口朝著洞 齁 他兩邊有一個缺口 有嗎 缺口跟洞 好OK 然後我們這時候齁 把這一根 來看一下鐵軸 看一下 這一根 齁 很小很小的鐵軸 齁 這根鐵軸 把它放進去 齁 把它 從這個缺口 穿到洞裡面 好 拍一下 齁 這時候鐵軸裝進去了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齁 鐵軸裝進去了 我們把它轉一下 逆 順時針 齁 轉一下 OK 剛才有沒有啪一聲 啪一聲之後 這個楓葉 這個楓葉就固定了齁 他的軸 就把 他的鐵軸 就把這個塑膠 墊片固定住了 那這時候你楓葉再怎麼轉齁 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彈掉了齁 不可能彈開了 好這次 那我再轉一次 我再 我再做一次 這次就我不講解 大家看我的動作 墊片裝上去 孔 孔對好 主軸 主軸 男生如果手比較大 真的要小心齁 阿真的這個鐵片 這個鐵片再強調一次齁 這個如果你掉了找不到 我真的沒有多的可以給你齁 因為跟大陸人 要這些鐵片 一次要叫一斤齁 一斤幾千 幾千支這樣子 好 中心去之後 順時針轉一下 看一下齁 沒有沒有沒有 卡進去好 轉一下 順時針轉一下 OK齁 他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卡的感覺而已齁 有一點點卡的感覺而已 好 四根都裝一下齁 那個轉的那個卡一定要自己去感 感受 感受到底有沒有轉好 等於是說鐵片鐵鐵鐵鐵 放進去之後 再轉大概90度齁 再轉大概90度就可以了 缺口在這裡 然後 放進去齁 放進去這樣子 好 然後把它轉一下 OK 有動一聲 就緊了齁 四個都轉一轉 缺口在這邊 然後 主軸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轉一下 OK 一聲就對了齁 那這時候楓葉都好了 那這個就是 它的楓葉蓋齁 第一個 這個楓葉蓋第一個 它是裝飾用的 第二個 你把它鎖上去 還是可以有第二道機制 真的裡面不小心鬆開 還有第二套機制 楓葉不會直接彈開 大概是這樣子 我楓葉蓋子 是裝上去 大概卡住了而已齁 大概卡住了而已 好 腳架也裝一裝 齁 這一台 我們把它全部裝起來 看到底它多大台 齁 齁 這樣子 然後鏡頭 齁 鏡頭 齁 齁 鏡頭 鏡頭 頭在前面 鏡頭 這樣子就卡住了 齁 從前面往後齁 從前面往後 這樣就卡住了 然後線 現在直接插上來齁 鏡頭 好 插 插保護框齁 保護框 保護框 我看一下 保護框我就真的沒有裝過了齁 因為 現在直接插上來 因為在戶外飛機時 如果不會撞到的話 其實應該不用裝保護框 然後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這裡有一個開關齁 要把這個開關拔掉 拔掉的話 楓葉才可以裝上去齁 這個 拔掉 然後楓葉 不是楓葉啦 保護框 保護框就直接插進去 OK 好 沖進去 這裡有兩個螺絲孔 再鎖上去就可以了 拔掉 這個也是裝飾用的啦 你如果那個零件不見 也不要緊齁 不要緊 裝上去只是比較好看而已 比較好看 欸 裝裝天島 OK 齁 你看這台 大不大 我拿瓷來量一下齁 我們先放著 我們看他的對角線 齁 我們看他對角線 到底多 多長齁 對角線多長 齁 從這邊 量到這邊 62公分 齁 對角線 62公分 齁 62公分 嚇死人啊 難怪 之前廠商跟我說 之前 廠商跟我說 這一台 這一台的那個 對角線 是62公分 我想說哪有可能 齁 現在比一下有啦齁 你就算沒有裝 楓葉 你就算沒有裝這個保護框 你把保護框拔掉 拔掉 你這個 從這裡 量到這裡 一樣也是62公分 齁 楓葉 也是62公分 齁 很大支 很大支齁 齁 那受限 他是 他是 那個空心背馬達 齁 他不是無刷馬達 所以他飛行的時間齁 大概是 就是不會超過十分鐘 因為你超過十分鐘的話 一般的馬達會過熱 過熱就會壞掉 齁 所以拿玩具機的話 拿玩具機的話 缺點就是 續航時間 續航時間 就是不會超過十分鐘 齁 那這一台上市戶外飛過了齁 輕鬆飛到四百米齁 市區飛到四百米 5.8G的土船 可以到兩百米左右 齁 然後鏡頭可以插卡齁 卡裡面可以讀取 他的 原始影像齁 原始的高畫質影像 齁 那其他我們就不再講了齁 今天最主要就是 裝工業 給大家看而已 齁 戶外也拍過了 有機會再帶大家 是要去齁 齁 大家去玩這一台 去戶外再拍看看齁 看 有陽光的時候 看拍起來會不會比較漂亮齁 那這一台就是 那個X183齁 X183 有GPS的玩具機 齁 換成大鮮 今天這台是 湯 的 是 那幾台 幾台 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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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